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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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我們今天來的同學比較多 非常開心你們能夠回來 雖然是這樣子 但是我不知道 你們對之前上的這些課 到底了解多少 所以 不一定是因為你今天來 就表示你這個學期沒有問題 我們當然很希望在一個學期裡面 假設我們能夠 跟大家分享一些的概念 是你們 所應該知道 或者是你會覺得樂於知道的話 也許這個課就變得是有意義的 那我們在 像在清華 我們有一個這麼好的生命科學系 所 跟大家分享的這些概念 又是我們 每一個人應該知道的一些事情 那 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我相信對大家來講也是一個 很值得很值得學習的 但是因為 畢竟每一個同學 所喜好的 也許你會覺得自己的專業 是比較重要 會 不見得 你覺得對通識的這些課 好像 不是那麼有興趣的時候 難免會有一些 不同的這種看法 不過這個我都不是很在意 因為到後來 也許你們 等到你們畢業以後 在某一個角度裡面 你可能還會知道 我們在學的這一個 有關於這個通識課裡面 所跟大家分享的這些課程 到底有些什麼樣子的 這個價值 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 最後一個講題 是延續我們在前兩週 所談到的有關於 在生命科學裡面 所談到的一些 在微觀的事件裡面 包括 我們對於什麼叫做 遺傳物質 這些遺傳物質的表現 還有我們怎麼樣去利用它 那我們在複習過一次 可以了解到 我們整個遺傳物質的這些資訊 它其實是有一個序列 這個遺傳物質其實是主導的 很多生命的表現 所以不管是你從最開始的 最開始的遺傳的一些密碼裡面 譬如說我們的DNA的一些序列裡面 它是會有遺傳的這種過程 這個DNA它本身會經過轉入成RNA 之後再轉譯成蛋白質 這個蛋白質其實是到我們的細胞 各個地方去表現各種的生物的活性 那這樣一個過程裡面 如果我們今天要去做任何的 我們要做任何的一些 這種所謂的遺傳工程的這種 這個問題的話 你當然你就會想 到底我們怎麼樣子 能夠去人去影響或者去操控 整個生物的 這些生命的這些現象 譬如說你可以去 像我們現在在注射疫苗 對不對 疫苗其實是在第三個層級裡面 是蛋白質的這個層級 那疫苗其實可以影響到 我們對生物的這些整個變化 那當然也有可能是 你可以在前端去改變 這種DNA的這些結構 那我們在這個裡面 要跟大家講的是 在後面的這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可不可能用人的方法 去改變生物的這些遺傳的訊息 我不曉得最近你們有沒有看到一個 這個很紅的影片叫阿凡達 有去看電影了沒 據說這個非常好看 我不曉得 看過了記者 好 那我們這些同學應該這一題都會了 因為這個 人跟這個阿凡達是怎麼做出來的 跟外星人 跟外星人去結合 那這個結合裡面呢 其實就是遺傳物質的 這個兩個的這個組成 對不對 那這個兩個遺傳物質 到底是怎麼組成的呢 譬如說如果今天你本身 覺得很羨慕某一個人 他呢 智慧非常好 他這個記憶力很好 就像那個羽人一樣 那你就希望說 這個記憶力很好的 這個遺傳的這種能力呢 有沒有辦法 這個加到你的身上 其實當然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不過你現在如果已經到了二十幾歲了 可能有點來不及 那怎麼辦呢 其實在遺傳的這個操作裡面 通常都在胚胎的這個階段裡面 目前啦 目前的技術呢 在胚胎的階段裡面呢 是比較容易做得到的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 其實就是這樣一個概念 假設我們今天有一個 有一個我們這個人 或者是任何生物的這種 這個DNA裡面 我們希望能夠去接納一些外來的 這種遺傳物質 那這個操作呢 到底是怎麼做的 那這個裡面呢 當然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你本身呢 要有一個 譬如說 能夠表現的這一些 這個細胞 那我們一般通常會用 細菌啊 氏菌體啊 酵母菌啊 甚至一些的 高等生物的 增核生物的一些細胞 也都 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這一個的 裡面呢 當然有它本身的一些 染色體 跟我們人的細胞一樣啊 你在這個 生物體裡面有染色體 另外呢 像我們人的身上 有這種立腺體 對不對 那細菌裡面呢 有一個比較小的 這個叫質體 那這一些的這個東西裡面 假設我們今天要把 這個外來的 這些DNA 把它送到一個 細菌的這個上面去表現 那這個細菌呢 它是怎麼來的呢 它的這個外來DNA 怎麼來呢 第一個呢 當然你要把 你要 希望能夠插進去的 位置的 這一個 特定的一些 這個 染色體也好 或者是 這個質體 我們叫Prosme 是一個 一種跟 就是像我們 高等生物的這個 立腺體 或者是葉綠體 你可以把它拿出來 對不對 拿出來以後呢 這一個是原來的 一個完整的 這一個 這個 遺傳物質 那你說 我要把外來的 這些遺傳物質 再把它 加進來 那怎麼做呢 其實也是一樣喔 你現在呢 你是 希望能夠在外面 比如說 找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的細胞裡面的 這個基因 你要把它的基因 把它這個 加到你的身上 那你就知道 我有一段 是我有興趣的這個基因 對不對 就像你說 我要把聰明的基因 把它加到這個細菌身上 希望呢 這個細菌呢 能夠變得聰明一點 那這個時候 你怎麼做呢 你就是把這一個 DNA 把它這個分離出來 分離出來呢 但是他在這一個 整個細胞的 這一些 遺傳物質裡面 實際上 你要的這個基因 只有一個 小小的一個片段啊 那這個片段 我們怎麼樣 能夠把它這個 找出來 你們還記得 我們在前兩週 所講的這個 這個 數學的故事嗎 我記得 我們上次 數學系的都沒有來 不過沒關係 我們今天的考題裡面 就有一題數學 這一題呢 如果數學系的沒有來 我再猜啊 他一定不會的 好 你們知道那個 怎麼樣把你有興趣的這個DNA 把它這個找出來嗎 還記得嗎 我們有講到一個 很有趣的PCR裡面的第一個工作 就是要設計 這個一段的那個Primer Primer 這影子有沒有 這影子呢 你不能設計的太小 太小的原因會是怎麼樣 會去亂黏 亂黏 在染色體上面到處亂黏 那你就找不到你 那個特定的那個 這個片段啊 那我們要設計的 長一點 有沒有 還記不記得 記得舉手 好 那些呢 都是有來上課的 很好 那這樣的話 老師就不解釋了 好 那就把這一段的 這個 這一段的那個特定的基因啊 把它調出來 調出來以後呢 你說 那我要把它加到 我特定的一個 這個位置上面啊 比如說 我今天要把它加到 細菌的特定的這個位置上面去 那怎麼辦呢 你第一個 你要把這個 原來細菌的這個DNA 把它剪斷嘛 把它剪開來 那這剪呢 一般我們在 DNA的操作裡面 有一個很特定的 我們把它稱為 叫做限制酶 限制酶就是retrition enzyme 就是它可以把一個特定的 這個DNA的位置啊 因為這個DNA 有一定特定的序列嘛 那 在特定的 細菌呢 分離出來的一些 enzyme 就可以在特定的位置把它剪開來 那剪開來呢 它會 這個DNA剪的時候 它會有兩種不同的這個模式 一種呢 是 我們 剪開來的兩端呢 是平整的 我們稱它叫 兩端叫Brown End 就是平整的 切口的 那這個Brown End呢 你如果去接外面的這個DNA 它就 它就只要是平的 它就接上去了 對不對 可是這個黏的不是很好 所以在這個酵素裡面 有一種的 這種酵素啊 它叫 它切的時候呢 會切成這個樣子 切開來兩股的DNA呢 它會切開來 這邊還有幾個是核甘酸的 是單獨的 一股的 所以如果我的兩個外來的基因 跟你要送進去的這個基因 兩端的這個切口 都是對等的話 那它 它黏上去的這個 正確的機率 就會提高了 因為 每一個這個核甘酸 都有一個特定的 黏上去的機率 還知道是多少嗎 知道齁 不要講 好 那你就知道說 如果每一個核甘酸 黏上去的這個機率 是 是這麼多 所以只要 加上去 黏上去以後呢 這一個相黏的 你就會比較準確囉 所以把外來的基因 怎麼把它黏上去 其實就是用一個 很特定的酵素 去把它切開來 之後 再把它送到 這一個位置上面 就把它正確的接上去 那這個其實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這種 方式 我們就可以把外來的這個基因 把它送到 我要讓這一種 這個基因 放上去的這個正確位置 那這個放上去以後呢 我們就把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 具有外來基因的 這一段的這個遺傳物質 我們就把它稱為叫做 蟲組的DNA 已經 已經重組過的這些DNA 那這個重組呢 是在實驗室外面操作的啊 你還要再把它送回到 這個細菌的身上 對不對 我們可以從 把這種 遺傳物質 不管是染色體 直體 直體 立腺體 或者是液律體 從細胞裡面把它分離出來 以後 我們還必須要再把它送回去 那分離比較容易啊 你可以把細胞打破 把裡面呢 這個拿出來 可是你要把它送回去到 這個生物的細胞裡面 就不是那麼的容易囉 你就必須要用很多的方法 能夠讓這一些外來的 重組過的這個 這個DNA啊 把它送回到 原來的這個生物的細胞裡面 那你就想 我們在人的身體裡面 我以前有講過 我們的常常會有一些 事實上已經都 從外來的這個DNA 已經注到你的身上了 比如說 我們常常犯的這個口腔的一些炮疹 有沒有 口腔的炮疹呢 是什麼樣子的這個東西 跑到你的身上 是外來的一種腺病毒 這個腺病毒呢 它呢 已經進入到你的身上了 那這個這樣子的一個這個機制 其實也讓我們科學家知道說 原來我們可以用像病毒啊 把這個你做好的這一段的這個基因呢 把它送到生物的身上 這是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呢 是我們可不可以讓 這一個重組的這個DNA呢 就像我們的裝在這個子彈上面 用槍就把它打到這個生物的細胞裡面呢 可以的 所以呢 在科學家就發明一種叫基因槓 就是基因槍 只帶了這個很小的一些基因的 一些顆粒啊 利用這個電子的方法 用一些的金屬啊 比如用金啊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東西 把它帶著了 把它打到這個生物的細胞裡面 比如說在做植物的轉植裡面啊 就常用了 因為植物的細胞 它的細胞臂比較厚嘛 所以 你如果要這個把它打進去的話呢 事實上是有困難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就用暴力的方法 那就是用 散彈槍 用這個基因槍啊 就把外來的基因呢 就把它打到細胞裡面 這個是也是另外一種的這個方法 對不對 當然還有其他的這個很有趣的方法 那這些很有趣的方法呢 下一次如果你有興趣 能夠選這個生科當第二專長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 系裡面很多老師啊 都會這一套的這個本領 把外來的這個DNA 把它送到你想要讓它進去的這個細胞裡面 這個就是 High Tech 好 那我們呢 不管怎麼樣 有很多的方法呢 就可以把原來的 Recombinant的DNA 把它送進去到 一個新的細胞裡面 那這個新的細胞 我們當然就可以 再把細胞 經過細胞的複製啊 之後呢 這些複製出來的這種 這個基因會比較多 你也可以再把它呢 送到一些 譬如說 你可以 假設是細菌 你想說 我今天想要把這個細菌呢 培養成 很喜歡吃油的這個細菌 像這個 它呢可以把一些 喜歡吃油 或者吃 有毒物質的 這種的一些 這個基因的話 把它培養出來 就變成是一個超級細菌啊 就可以養在這個試管裡面 培養到某一個程度以後 就把它放到自然界裡面去 那放到自然界呢 它就可以幫忙 譬如說 如果我們今天這個土地上面有汙染 譬如說有一些重金屬汙染 那重金屬汙染 你要想辦法把它清除的話 很困難啊 那怎麼辦呢 我們其實就可以培養這一類的生物 包括細菌 或者是包括一些植物 它可以去吸附這一些的重金屬的 那這種其實就是我們遺傳工程裡面的一些應用 當然我們也可能會應用來 作為我們的人類的醫學之用的 譬如說 我們如果把一些的這種 這個特定的基因 送到某一個這個 細胞裡面 讓細胞呢能夠去表現 這樣子的一些 特定的一些這個蛋白質 那其實呢 就可以拿來幫忙做這一些的這個治療 那這個呢 我們一般來說呢 可能就像所謂的 像基因治療 大家還記得 我在前兩個禮拜 有特別的講到 我們人的視覺基因 那這個視覺基因裡面呢 當然也有一些的這種 人在遺傳上 你這個很不幸的 因為你遺傳呢 是一個不完整的這個基因 那我們現在的人呢 已經可以把一段正確的這個基因呢 把它送到這個 正確的細胞上面 那這個時候 他們如果能夠表現出 可以正確表現的這個蛋白質 可以吸收正確的光的時候 這個人呢 那世界呢就變成彩色了 對不對 原來呢只有半彩色的而已 可是現在已經是可以成為彩色的 前兩個禮拜有講到這個例子 還記得嗎 還記得這個故事嗎 記得的舉手 蛤 不記得喔 那你們今天慘了 蛤 記得嗎 蛤 我們這個人的身上 這個視覺的基因 本身呢 是 對色彩 對色彩的這個視覺基因 有三個嘛 這三個基因呢 分別呢 是 這個負責吸收什麼樣子的光 還記得吧 還記得齁 好 那我們就不要講了 我們就繼續來看下面的 好 很重要的是 我們今天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做遺傳的這個 遺傳的改造 或者叫重組DNA的這個技術裡面 其實它必須要有很多的一些 這個工具 那這些工具呢 第一個是我們所說的是酵素 那你要把一個這個 酵素能夠分離出來 其實在我們的科學裡面 不是生物學家會的 通常你要分離一個酵素 都是化學家或者是物理學家 所以其實我們在學生命科學裡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 還是要有物理化學的這個基礎 所以這些酵素裡面 你怎麼樣知道哪一些酵素 可以切出來的這個DNA 是燉頭的 或者是這個 這個 這個酵素頭的 能夠連接的這種的 你的切的位置在哪裡 這個其實都是化學家 能夠解決的 那你這些的 這個分離的時候 你必須要用很多的 包括像 離心的方法啦 跑電勇的方法啦 那這些呢 其實又有很多的物理學家 的一些基礎 才可以做得出來的 那麼這一些的基本工具 其實對做任何的這個遺傳工程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呢 我們當然就要知道 我們所希望要的這些這個基因 那這個時候呢 當然是生物學家呢 就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啦 比如說我們要知道 我們的這個基因呢 是在哪個位置 比如說大家還記得 我們的這個色彩的視覺基因 是在哪一個位置呢 你當然 如果你不知道它在哪裡的話 你到哪裡去把它這個抓出來呢 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DNA的這個 的來源 這些呢 其實都是一開始的時候 怎麼去存化它 必須要有一些 這個物理或者是化學的方法 之後呢 我們要知道用什麼方法去傳輸 把組合好的 重組好的這個DNA 把它送到細胞裡面呢 我們呢 可以用transformation的方法 這個其實是一種物理的方法 比如說你把這個像細菌呢 我們就把細菌的細胞膜 把它這個融到 這個融到呢 讓它有很多很多的這個動動 之後呢 用熱脹冷縮的這個方法 就把外來的這個DNA 把它送進去 那這個好像看起來聽起來不可思議對不對 事實上以前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就是這樣做的喔 之外我們也可以用病毒 或者是其他的這一些菌 可以去感染 感染呢 這個讓外來的這個DNA 能夠進到我們想要的這個東西 你可以用 用這個電穿孔的方法 可以用顯微注射的方法 比如說我們可以把外來的基因 用顯微注射的方式 注射到胚胎的細胞裡面對不對 我們可以用基因槍的那個方法 來傳輸這些外來的基因也可以 那之外 我們當然你送進去的是正確的呢 還是這個送錯了 這個時候你還要有一些篩選的方法 同時你要去證明這個基因是有表現的 你送進去如果送的位置不對 不完整 事實上這個基因是沒有辦法表現的 同時基因的表現 它其實不是只有特定的那一段的 sequence 而已 它前面還有一些的調控的因子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一段基因 你要讓它打開或者把它關起來 事實上是要有一個非常非常微妙的控制系統 其實我們就講一個 你們大概有聽過的一個名詞叫GMO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GMO的這個 這個英文字是什麼 我們有沒有外語系的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GMO是什麼意思 如果知道的話老師給他加分 快點 我們本來在 我們同學知道 等一下我先把我故事講 我們在那個森科一館前面 不是有一個那個等車的地方 老師最近在那邊開闢了一個 叫森科的開心農場 種了一些的蔬菜 我在那邊要插一個牌子 就是說讓同學去看看這些蔬菜裡面 有沒有這種GMO的這個作物 所以如果不知道的去問那個Google大神 但是我們看起來我們同學知道 我們可不可以請同學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叫GMO GMO GMO其實就是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就是遺傳改造過的生物 不管是動物或植物 你只要被遺傳改造過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吃的 很多同學你們都吃過 你們有沒有吃過那個GMO的那個食物啊 比如說你們吃的那個玉米啊 尤其是那個綠巨人的那個玉米啊 有沒有 那很多的那個食品裡面 都是GMO的這些的這個作物啊 而且為什麼要做這些GMO的東西呢 其實就是因為 譬如說我要把它改造成 它的產量更好 它的這個更甜 或者是可以抗病對不對 那你說那我如果今天花了很多錢 去買了一個這種玉米的種子 我去辛辛苦苦把它種出來 種成一大串 那我說我下一次我就不買 這個GMO的這個種子公司 所賣的這個這個種子 因為它當然會賣你比較貴一點嘛 那你說我不買 我就是把我種出來的那一段 那一串的那個玉米啊 重新拿來種就好了 它就會可以表 它一定可以這個繼續的這個 長出很好的這個玉米來 對不對 不是的 沒有那麼簡單 如果那麼簡單的話 這家公司老早就倒閉了 它怎麼做呢 它事實上呢 它在轉職的這個基因的前端 會設計一些很特殊的調控的機制 它必須要有一個特定的方法 才可以把這個基因打開來 這個開關呢 就是變成專利的保護的一個器具喔 這個其實是非常有趣的這種方式 那這些的這種方法 那在你要了解到這個 重組的這一些 這個技術裡面 你當然除了會做以外 你還要能夠會保護它 否則的話 你發明出來的這一些 這個方法 一下子就被人家操走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的生命科學裡面 其中有關於智慧財產的一些保護的這種工作 事實上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熱門的 那這個裡面呢 當然也牽涉到很多 包括像我們的生物倫理的一些問題 好 我們再回頭來講到 如果我們要在做DNA的一些操作的技術裡面 事實上 限制酶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發現 因為限制酶呢 其實是每一種的這個生物的這個細胞裡面 如果在分解的時候 譬如說碰到某一些外來的這個細菌 很可能這個細菌的身上呢 會有一些特定的這個酵素啊 就可以把DNA把它切掉 切斷 這個切呢 事實上不是隨隨便便的去亂切的 它一定有一個特定的位置去切 那這個特定的這個限制酶呢 就是靠著去認我們的DNA的這個序列 它的核甘酸的GATC的這個排列的順序啊 去認說如果我們今天 GATTC 譬如說如果今天是有一個酵素 是認得這樣子的的酵素 這個是它的連結的方式嘛 那如果說這一種的酵素 它認得的這個DNA序列是這一段的話 它呢只要認得看到有這麼一段序列的 它就會從中間的減一刀 這個其實就是限制酶 就是它特定位置呢 會去把DNA減斷的一種酵素 那麼之外呢當然你說這個DNA 希望呢能夠把它送到這個載體 載體呢就是像一個 幫忙載送貨物的一個工具 不管是像車子啦 摩托車啦 或什麼樣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你就把DNA送到這個載體的身上 讓它呢請它把這個正確的基因 送到特定的這個細胞裡面 那之後呢所謂的宿主呢 就是像細菌啦 或者是我們的這種 一般的高等生物的細胞 像橡母菌這一類的 好那這些呢當然 你知道這個發明啊 都對整個生命科學的這種貢獻 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喔 比如說在1978年的時候 的諾貝爾獎得主 它其實就是發現了這個限制酶 那你可以把這個DNA把它剪斷 把它剪開來 事實上你還是要有一些的 這個 enzymes可以把它黏起來 對不對 就像降虎一樣啊 你把它剪開來呢 到時候它怎麼黏回去 你就是要讓這個 用一些的這個 我們稱它叫ligase 就是連結 連合鎂啊 可以把這個DNA把它連上去 連上去以後呢 它就不會斷掉了 這個其實都是 非常多的這些的不同的酵素呢 在作用的 好 這裡面呢 我們在 比較清楚的來跟大家講的 比如說你看到這一個 它如果剪出來的這個末端 剪出來末端是有一個突出來 單骨的這種突起的話 它的這一端跟另外一端呢 一定是互補的 所以如果這兩個切口 都是用同樣的酵素去切的話 你的這一個 這個切頭啊 應該都是這個互補的 對不對 那互補的話 你才可以把外來的那一段的基因 把它送到 黏到正確的位置上去 那麼也有一些呢 當然可能是切的 如果是從中間切成等段的 我們稱之上的叫Brown End 就是兩段是平頭的 好 那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怎麼樣把外來的 外來的這一個片段的基因 把它接到我們所想要的 這個載體上面的一種方法 了解嗎 就像你今天如果說我們要 把這個 我這邊剛好沒有橡皮筋 如果有橡皮筋的話 就很好解釋了 我們原來一個橡皮筋呢 是圓圈的嘛 那我們現在用一個限制酶 把它剪開來 剪開以後呢 就斷掉了 斷掉以後呢 我要把外來的一段基因 再把它接上去嘛 這個接的時候呢 你的這個接頭啊 應該要 儘量的能夠這個正確 就是互補啊 才會接的比較對 否則的話你有一些外來的 他就亂接 那亂接的話你這個 送出來要去篩選很困難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呢 這兩端要能夠互補 就用這種方法呢 把外來的這個基因呢 把它送到你想放的這個位置上面 這個其實就是一種 DNA操作的這個技術 那麼這些的這個東西呢 當然你知道放上去以後 我們就可以做很多很多 後面的這些工作了 那這一個部分 後面的這幾張的那個 slide是另外一個這個部分 我想時間的關係了 我就不太特定的來跟大家講 那麼很重要的說你送進去 到底你送進去了沒有 事實上呢 是必須要經過篩選 對不對 你說我送進去的這個 有沒有送進去這個細胞裡面 你可不可以用顯微鏡去看呢 不行 你就必須要用一些篩選的方法去分離 把說我有送進去 這個重組後的DNA的這一段 跟沒有送進去的 我可不可以把它分離開來呢 可以的 我們有一些化學的方法呢 就可以做這樣的分離 譬如說 我可以如果我有送進去的 我就可以讓這個細菌或者這個細胞 能夠產生顏色 或者是產生螢光 或者是帶有一些的放射線的這個標示 你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呢 去把真正已經有這個 外來基因的這個細菌呢 把它正確的挑出來 這種方法呢 當然就是在整個操作的過程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喔 好 這個當然對很多的 這個做分子生物學的人來說 應該是習以為常的 但是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 這一些的這個操作的這些方法 其實都是跟我們在大家 學到的一些物理或者化學的這個方法是一樣的 那我們這能夠當作載體的這一種 這個東西裡面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講到的 譬如說我們有很多的這個細菌 可以當作這個質體對不對 因為細菌呢 會感染某一些的這個生物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 濕菌體來當作載體 我們也可以用在一些的這個 shuttle vector shuttle vector 這是另外一種比較特殊的 在感染在像酵母菌啊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東西上面 我們也可以去利用一些的病毒 來感染我們的這個生物 譬如說 像我剛剛講到了人的這個例子 就是一樣啦 因為我們如果是用一些的腺病毒 把這個你想要的基因把它加在這個腺病毒的身上 事實上 你就很容易的就感染到我們人的這個身上 那這個東西呢 當然對大家來講這很重要啦 比如說你腺病毒如果一開始的時候 你進到我們人的身上 你怎麼讓它表現呢 像我們人 我們平常大部分的人都有感染到這樣的一個病毒啊 在人的身上 可是呢 平常的時候你就是習以為常 可是我們接下來這一個禮拜最後一週啦 下個禮拜是期末考啦 那你就開始會有很多的壓力對不對 這個壓力呢 如果來的時候你比如說熬夜啦 這個很緊張 這個時候你就會這個病毒啊就會表現 你的口腔就會潰爛 會這個長水泡 這個其實也就是這一些的這個病毒的這個表現 那我們在 當然你在這個一般的這個飾管裡面 你是看不到這一類的這個東西啦 譬如說你看不到這個 像這個大腸桿菌我們最常操作的 細菌的這個質體呢 其實很小的一個小段而已 只有三四千個核甘酸的這個長度 我們的一般動物的這個栗腺體呢 大概是一萬六千個核甘酸左右 那栗腺體的這個夜律體的話呢就不等 夜律體有時候可以 從這個幾萬到幾十萬的這個核甘酸的長度都有 那染色體呢那不得了 就非常非常的大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在操作上呢 都是把這一種比較小的這個質體呢 把它拿出來當做一種主要的這個載體 那這個這個質體呢 你可以在特定的位置呢 把它剪開 就變成是一條繩子一樣的 然後它就很容易的把它這個加進來喔 我們再重複的跟大家講這樣的一個概念 你一開始的時候 我怎麼樣把這個幾個不同的這個基因的那個片段呢 把它加進去呢 其實就是類似有一點像這種接融的這個方式 你把這個所需要的這一些這個這個片段呢 把它接在特定的這個位置上面 之後把它送到細菌裡面 也可以送到氏菌體裡面 這個氏菌體呢它就可以去感染到其他的這個生物 好 這一種的這個方式呢 其實在整個DNA的操作上面呢 是非常非常這個方便跟有趣的 那我們當然你要知道 要送到哪個位置 哪一段的那個基因要把它做出來 在以前是很困難的 但是現在呢變成很簡單 譬如說我們像我們要把一個人的 所有的這個染色體上面的DNA的這個遺傳密碼 全部都把它排序出來的話 在以前呢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啊 我記得我們在1990年的這個年代啊 要完成一個一個人的整個染色體的定序啊 當時的科技要有一萬個科學家 花十年的時間才可以把它定序完成 那你知道那個花費呢是天文數字 可是呢到現在呢大概前幾年 他們的這個估價說 一個人的這個整個DNA這個的定序啊 大概只要花一萬美金就可以做出來了 那這個人呢第一個被定序的人 今年4月1號的時候會到清華來訪問 叫華森他會來清華訪問 那現在的這個行情你知道多少錢嗎 現在呢定序一個人的這個DNA的這個 整個我們染色體上的這個基因組定序完成呢 只要4400塊美金就做出來了 那他們呢在說接下來很快 可能呢做一個人的這個基因組的整個定序啊 只要1000塊美金 那終極目標呢是希望100塊錢美金啊 就可以把你的所有的這個身體上面的這一些 這個DNA啊都定序都把它這個做出來 之後呢把它放在我們的身份證的這個 這個chip上面 那你去看醫生的時候呢 醫生就把它放到我們的那個讀卡機上面 他就讀出來說你現在的年紀是多大啊 你這個時候呢你可能會發生的疾病是什麼啊 你可能要用什麼樣的藥來治療啊 以後的世界呢可能就會變成這個樣子喔 那這一些的這個東西呢 其實都是在未來有可能會發生的 好 那麼這一些的這個變化呢 當然都是有很多的工具 比如說有細菌呢把這個從質體裡面基因的這個轉換 或者是你可以利用這個感染的方式 我們很多的細菌會感染到一些的生物嘛 那這一些的東西裡面呢 當然我們希望它在哪裡表現呢 比如說我們可以放在細胞裡面表現 我們可以在這個酵母菌裡面表現 也可以在這個動物或植物的這個細胞裡面表現 那這一些的這個工作 當然它本身都有不同的這個優缺點 那譬如說我們要讓我們的身上能夠表現出像一些外來 我們假設像糖尿病的人 你的胰島素分泌不足對不對 你可能呢必須要有一些能夠製造胰島素的這種 這個東西 那你可能說我是不是可以在細菌的這個原核生物上面做呢 不盡然 你可能會說我希望能夠送到真核生物身上 或者是在其他的這個動物的身上來表現 這一些呢 當然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這個目的啊 來做的 好 這一些的這個過程 我想我大概把這個重組DNA的這個方法呢 稍微跟大家做這樣子的這個複習 你把外來的這個 這個所需要的這些這個質體呢 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以後呢 把一個外部的這個希望的這個基因 把它送到特定的位置上面 送的這個方法 就是把原來的質體把它用特定的限制酶把它剪開來 剪開以後呢 因為它有特定的這個兩端嘛 再把這個基因把它連上去 連上去以後呢 要把它再送回到原來的這個植物的細胞裡面 這個時候這個植物 它具有這一個外來的基因呢 它自然而然就會表現出這種基因的這個特性了 好 那這種的這個表現裡面 我們很多的應用裡面 包括像我們在診斷遺傳的疾病啊 我們為什麼能夠越來越厲害的 可以在像產前檢查 或者是我們人的這種 這個遺傳的這個疾病 我們可以分析的出來 其實都是靠的這一類的這個技術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基因的療法 我們剛剛講到了這個視覺色盲的這個問題 現在已經在動物試驗的這個階段了 當然還沒有真正應用到人的這個身上 但是我們人的一些基因療法的這個方式 其實也是有的 那這個基因療法呢 在市面上你常常會聽到一些廣告 說給你吃什麼藥啦 那你這個東西叫基因療法 你就大概呢 就知道那個並不見得是真實的 對不對 基因的這個操作呢 並不是像一般的坊間上面的這個廣告 那麼簡單 那第三個呢是疫苗 像我們在最近大家所這個面臨的一個問題 就是H1N1的疫苗到底要不要打 我們同學裡面有打的舉手 你都還沒有打這個H1N1的那個疫苗 那你們很可怕耶 跟你們在一起呢 這個有很大的風險 不過還好 因為我們生活的環境是比較單純 如果你今天 譬如說過年 你可能會到很其他很多的地方去旅行 你就要很小心 你就要很小心 所以這個東西呢 其實也不可以輕忽的喔 那你說我們現在在炒啊 炒到底國內的疫苗好 或者是國外的疫苗好 其實啊 大家要對我們台灣 我們國家要有信心啊 我們國家的這個生物科技 還是做得不錯的啊 不是做不錯啦 那不錯是大陸人常用的這個口頭產 我們應該說耶 我們台灣的生物科技呢 其實做得很好 所以要對我們自己的國家的這個產品呢 還是要有信心一點 好不好 那這些的疫苗呢 其實它的這個生產 有一套非常嚴謹的這個方法來做的 它絕對不會是貿然的來 這種這個放到市面上來用的 可是你會想 奇怪啦 我為什麼在報紙上 或者是在電視上 常常都聽到很多的人說 打了這個疫苗以後呢 結果就怎麼樣啊 我一下子就刺起來 那你就覺得說好像打這個疫苗呢 好像很危險對不對 其實這個就是跟我們每一個人的遺傳的這個特質啊 是有關的 所以以後我們可能會發展出什麼樣子的這種 這個世代來呢 就是因為我們可以把人的所有的這個DNA的這個序列 全部都把它解碼出來 所以以後的醫生可以知道說 你是不是適合打這種疫苗 了解嗎 因為你會不會有免疫的這些反應呢 其實是可以從這樣子的一些資訊裡面 可以這個解讀出來的喔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呢 在現在的生命科學裡面 包括到我們去把DNA的這個密碼 全部都解讀出來 之外呢 還要有很好的一些資訊 譬如說你要在這個一個小小的chip裡面 把所有的這個DNA的資訊呢 全部都記錄起來 之後當我們需要這樣子的一個這個資訊的時候 譬如說你是不是用這個藥會不會過敏啊 你吃這種食物會不會過敏啊 你打這個疫苗會不會有這個免疫的這種不良反應啊 這些的東西 其實都是在所謂的生物資訊的這一種 這個領域裡面呢 未來會這個發展出來的方向 之外呢 當然還有包括像藥品的製造 你要製造一個藥品 在以前我們有時候要靠 比如說像我們以前呢 要存化一個這個胰島素 必須要從一些的這個大型的動物身上 比如說像豬的身上去存化胰島素對不對 可是你要把豬養大 那之後再把那個豬裡面的這個胰島素分離出來 事實上花很多時間啊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它送在這個細菌的身上 讓它幫我們製造呢 這個就是藥品製造的一個很棒的這個方式喔 那我們當然在現代來說 不管在法醫的這個鑑定啊 或者在環保的這個工作上面 比如說像環保的這個工作 我們剛剛講到了 如果我們今天有一些重金屬的這個土壤污染 或者是像海裡面有時候 會有一些原油的這個污染對不對 那以前呢 原油的這個污染啊 最麻煩的你要去清它很困難 可是現在就有一些 這種遺傳工程的方式去製造一些的這個細菌啊 把它這個培養出來以後呢 它是專門吃原油的 把它撒在這些原油污染的這個海岸上啊 它就可以把這些原油呢把它分解掉 這個就是在環保上很有幫助的啊 農業上呢更是很多這樣的例子 比如說我們現在很多的這種 GMO的這個作物 比如說像這個玉米 其實是最明顯的 另外呢像我們有時候我們這個身上穿的這個衣服裡面的棉花 很多的棉花其實也都是已經是基因改造的 那甚至我們在這個吃的食物裡面 有很多的這個食物啊 其實都是改造的 不是吃老鼠啦 老鼠呢是因為它很小 一開始呢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呢 因為比較容易癢嘛 它又可以很快的能夠生 所以他們就把一個 這個可以快速生長的一些生長基因 把它注射到這個老鼠的這個身上 那老鼠的胚胎裡面 結果這個長出來這個叫超級鼠對不對 那你說呢 咦我們有做那些的這個實驗呢 有的啊 比如說有養那個超級豬啊 各式各樣的那個東西呢 其實都有的喔 那這些的這個東西裡面 我們用了很多 呃技術的應用在農業上面 但是我們現在的人 還是對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呃不是非常有信心 比如說有非常多的人啊 非常擔心說你吃了這個GMO的這個作物 會不會自己呢 呃有不良的影響 所以你在市面上你就看到很多叫 他都特別的標示 他說我今天我用賣的這個豆漿 呃我們在台灣有一家什麼美的這個食品公司 他就標示說 他用的材料叫Long GMO的這個 呃一些黃豆對不對 啊 這一種呢當然 呃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如果我們比較清楚的去了解到 其實GMO的這個作物的這一些 呃這個生產的這個東西 你今天能夠真正能夠利用的 到底是哪一個部分 呃會不會對你有這種不良的這些後果呢 其實如果沒有更多 在這方面的這個教育的話 也許你就會比較放心一點 那我們現在當然也有很多很厲害的方法 比如說我們呃這個呃 呃在現在的這個生物技術裡面 可以呃做很多很多的這個 呃遺傳工程的樹葬 比如說我們在生物裡面呃 呃這個可以做什麼呢 你是種一種植物啊 可以在他地面的部分 長出這個tomato 就是長出番茄來 地下的部分呢 呃長出potato出來 你就可以一顆吃一顆的生物啊 可以有兩個不一樣的這個這個做法 那這些的做法裡面呢 有沒有什麼有趣的這個例子呢 呃我們來講一個這個例子好了 像棉花 我們的這個抗除草劑的這個基因的棉花 是一個例子 呃最有趣的這個例子啊 大概應該是屬於這一個 就是呃做螢光基因的轉值的 他這個轉值的這個螢光基因呢 是比如說我們在生物裡面 有一些的作物會發出螢光 你知道有哪一些的這個呃 呃生物會發出螢光的呢 什麼有什麼東西會發出螢光 第一個是螢火蟲嘛 呃第二個呢有什麼 像我們的水母也會發出螢光哦 還有我們有一些細菌也會發出螢光哦 那你說我可不可以把螢火蟲的基因 把它轉值到這個其他的生物上面呢 這個煙草就是這個例子 把螢火蟲的這個螢光基因 把它轉值到這個煙草的這個身上 所以這個煙草呢 它就變成是會發出螢光的這個煙草 那你想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有沒有什麼這個呃有趣的idea 可以去應用這種遺傳的這個工程 去創造很有趣的這種生物 可以這個很炫的啦 可以賺錢的呢 你想想看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有沒有什麼好的idea 前幾年我看到有一個這個報紙上 那是寫 他說日本人啊 他們呢就覺得這個基因轉值 螢光基因轉值啊就非常炫 那之後呢他怎麼做呢 把這個螢光的基因呢 把它轉值到玫瑰花的身上 之後呢這個很多人啊 你這個情人也到了啊 或者是你女朋友的生智的時候呢 你就帶一束會發出螢光的這個玫瑰花去 好絕對呢這個讓他感動不已對不對 你看這個日本人就想到出這種這種 莫名其妙的這個點子 想說呢讓玫瑰花發出螢光 那後來就有人想說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有更有趣的這個方法呢 有的 他們想什麼方法呢 他呢竟然想到說 那像我們學校常常不小心呢 路燈就關掉了對不對 那我們要不要把那個行道樹啊 像我們七里香啊 我們就把它轉值這個螢光的這個基因上面啊 這個時候你就不怕這個總務處呢 這個不修那個路燈了對不對 反正走在這個有螢光的這個行道樹的旁邊 又很濕情畫意 反正路也照得很清楚 那這個不是很好嗎 欸就有這樣子的這個 一些的這個研究喔 他們就是想到了說 我把螢光的這個基因轉值到這個生物身上 那轉值到這個生物身上呢 其實不是只有像剛剛所提的例子說 只是為了好玩 為了很炫 或者什麼樣這樣用途 甚至呢是做到呢 我可以讓這一種的作物 可以告訴人 告訴種子的人說 如果今天這一種的這個作物 它是不是健康或者生病了 可以透過螢光的方式來表現 有的這個作物呢 它可以利用說 如果它今天是生病了 它就會發出螢光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這個龍夫啊 就可以在晚上呢提著一個螢光的燈 我們就可以到這個田裡面去 那我就可以看到哪一顆作物發出螢光 你就知道那一顆作物呢是生病了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這個例子喔 那當然對很多的這個 這個比較保守的人來說 他就會想說 如果人能夠這樣子玩弄這些生命 用各種的方法去做基因的重組 那未來會不會導致整個世界上的這種生物呢 這個大亂 會不會有可能就像我們以前幾年前看到的這種 所謂的這個 這一些電影裡面常演的 比如說諸羅紀公園 諸羅紀公園有沒有去看過 阿凡達沒有去看過啊 還沒關係 我覺得諸羅紀公園比較有意思 諸羅紀公園呢 它裡面就有很多很多的這種 這個生命科學裡面的生物技術的一些這個說明 那我覺得那個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那你就知道那一個的世界其實不是這個 不是不可能發生的 也是有可能發生的 好那當然我們要怎麼辦呢 當然現在的人就開始會去做很多的這種規範啊 比如說我們怎麼樣子防止一些 這種這個非正常的這種 基因重組的這種工作 同時呢怎麼樣去規範我們的人 把這一種非常厲害的這些科技 用到更有益於這個環境 更有益於人的這一種 這個工作上面 這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OK 我想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上到這邊 這個也可能是我們這個學期裡面 跟大家所談的 從一開始比較廣的這個生態的這個環境 到最後 我們跟大家講到了一些有關於 在生命的一些操作上面 包括我們現在的這種 生物技術的這種的工作 那我們也很希望同學呢 也許你只能聽到聽懂一點點 或者是因為你只來這個 很少數的幾堂課啊 只有聽到一點點 不過沒關係 我相信呢你只要 知道這一個生物生命科學的這個世界 是一個多彩多姿 而且非常有趣的 在未來你們都有可能會 進入到這個領域裡面來 在已經開始了 那些人 對那些人 我可以找到這幾個 在今天 我可以找到這幾個 那些人